未来世界成人俱乐部合法化,一个人也可以有很多伴侣,再也不用担心出轨那些事。 今天先请给大家带来文艺科幻片《复生实验》。 这是一个有点悲伤的故事,男主角马克是一名高材生,他在大学时代和女友纳奥米相遇,但就像很多恋人一样,他们总是彼此错过。 马克喜欢纳奥米的时候,纳奥米去交了男朋友,等到纳奥米发现自己爱的是马克时,马克就变成了一个花心大萝卜。 直到马克开始对狂野的生活产生厌倦,两个年轻人才认定彼此就是那个对的人。 然而此时却降下一道晴天霹雳,马克被诊断癌症晚期,得知消息的马克十分崩溃,但是他不得不忍住心中的悲伤,辞掉自己的工作,卖掉自己的股票,和家人与女友道别。 对生命十分不舍的马克在查阅很多资料后,萌生了一个大胆的想法,他决定把自己冷冻起来,希望等到未来医学技术足够发达时, 自己可以被再度复活,但是朋友却提出反对意见,他认为即使马克到时能复活,他的身体恐怕也已经被癌细胞蚕食殆尽了。 针对这种可能性,马克早已想好了解决方案,为了防止癌细胞彻底扩散,他决定提前结束自己生命,进入冷冻状态,只是这个决定却苦了奥米。 两人错过了这么多年,刚刚才觉得遇到了生命中的真爱,却要从此天人永隔,隔居一方。 奥米希望马克不要抛下他,让他陪着走完最后的时光,但是马克心意已决,他决定尽早结束生命。 就这样,奥米亲眼看着马克在自己怀中隔屁。 一眨眼,69年过去了,人类科技有了极大的进步,马克终于如愿以偿被复活了。 重生的马克身体十分脆弱,在研究人员的细心照料下,马克总算一天天好了起来。 重生的马克对未来世界十分好奇,想知道世界已经变成啥样,这是研究人员向他介绍了未来世界最重要的黑科技。 这是一款可以将脑中想法谋写出来的脑机接口。 这个脑机接口是为了让研究人员和媒体更好地了解马克, 毕竟大家都为复生实验投了钱。 马克戴上脑机接口后,从前的记忆渐渐浮上心头,她想起和奥米的很多甜蜜时光,这让她倍感孤独。 好在女护士伊丽莎白对她十分上心,除了正常的身体护理,也会在情感上给马克很多的慰藉。 马克从伊丽莎白口中得知,现在的世界已经有了很多合法的成人俱乐部,大家可以在那里自由地为爱鼓掌。 伊丽莎白就是俱乐部成员之一,她还招呼马克加入她的群组。 当然,得等到马克身体好起来才行。 在伊丽莎白的细心照料下,马克的身体一天天好起来,但是她却发现自己的记忆正在逐渐丧失。 研究人员发现马克的脑组织产生了不可逆转的损伤,不过大家纷纷宽慰她,没有记忆一样可以很好的生活。 马克复生白日的时候,大家还特地为她准备了生日礼物,铁箱子里装着马克以前的遗物,里面有一封纳奥米写给她的信。 读着纳奥米的信,马克更加想念以前的生活,她开始有点后悔为什么自己要提前结束生命,而错过了可以和纳奥米共度的最后一段时光。 为了减轻马克的孤单感,伊丽莎白做了很多努力,但马克仍然郁郁寡欢。 晚上,马克偷偷跑进资料储藏室,在那里她发现了很多实验影像,原来在她之前,公司已经进行过很多次研究,有的人刚复活就会隔屁,有的人会撑过一段时间,各种问题层出不穷,画面十分惊悚,这些影像让马克变得更加忐忑不安了。 这一天,公司举办了媒体发布会,马克作为公司的研究成果被展示出来,迎来台下观众山呼海啸般的掌声,不过当时马克却怎么也开心不起来,他早早地离开了会场,公司老总担心马克的心理状况,亲自过来安抚,马克这才安静了一些。 然而孤独感依然挥之不去,马克依然会想起以前的生活,想起纳奥米,他发现纳奥米说的是对的,他成功在未来世界复活了,但是重生之后,他却发现自己根本不想生活在这里。 马克告诉伊丽莎白,他感觉非常痛苦,希望伊丽莎白能帮他解脱,已经爱上马克的伊丽莎白十分伤心,但最后还是尊重了马克的选择,他偷偷将毒药送到马克房间,帮马克完成了自杀。 然后画面一转,马克再次被公司复活,这一次马克又会如何抉择呢? 这个片子的脑葫芦实在是有些清奇,对于马克这种死而想活活了又想死的奇葩男,星星只想说一句,no做 no die。 好了,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,这里是科幻战舰,要是喜欢星星的解说,就点赞关注一下吧。